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李 那么在上一款原体 罗格多恩推出了将近半年之后 这个究极重量级的战帅 荷鲁斯如今终于是到场了 那咱们就赶紧来看一下 它的素质如何 首先在玩具尺寸上的话 这家伙差不多能顶上 其他原体两个那么壮 然后重量 我觉得兴许能顶上三到四个 确实是又大又重 在造型上算得上是震慑全场 然后在细节头雕部分的话 上面的纹理跟涂装 包括这个怨念的表情 都刻画的是非常到位 但是它依旧还是出现了 之前所有原体的产品 都共同的一个问题 就是皮肤的表面太干净了 不够脏 再加上肤色也不太够黑 所以说少了一些 战锤的那股子操劲 接着肩甲跟胸甲 这些装甲的细节 处理的还算是比较的细致 全部的颜色都是有涂装的 然后在腰间 是可以看到挂着几个头骨 甚至还有完整的人头 那么包括它的肩膀跟背后 也是有着这样的装饰 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挂着十个脑袋 然后每个造型都不一样 但是好像都死得挺惨 突出了和鲁斯这个凶猛跟残暴 再来到了手臂上 有它最标志性的武器 这个巨大巨长的和鲁斯之爪 比一般的闪电爪 那是要霸气的多 上面的装饰也更为华丽 然后手炮的部分 跟起底一样 是里面装着子弹 材质的话是一个软胶的 往下腰间跨着一个匕首 以和鲁斯庞大的身躯来说 这把小刀看上去 确实是显得比较的渺小 接着腿部的造型 就是一个壮硕的双腿 上面的各种花纹 看上去也是相当的犀利 然后配件上的话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两个手型 一个开掌 一个握拳 不过一般的话 这个手型应该是用不得到 因为说绝大部分 咱们能接触到 和鲁斯的这个形象里 都是手握大锤的状态 再来就是可动的方面 首先这个狼头 是有一个双段式的分件 可以进行很大幅度的 这么一个调整 应该是给肩膀的可动 做让位准备出来的 这么一个关节 但其实上 这个对于让位也不太影响 但是有走米没有强 肩甲也是一个双段式的关节 在各个角度 都有着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幅度 那么脑袋 低头因为有动力甲的遮挡 所以说完全低不了 抬头的话 有着一堆管子在这儿瞪着 所以说也只能抬起来一丁点点 转头往右 瞪的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转上一些 但是往左的话 就比较象征性了 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平局可以打直 大臂的部分可以360度一周的转动 那么曲肘的话正好是90度 小臂的部分也有转动的关节 可以来调整它手臂的一个角度 前方拉伸的结构也是存在 而且幅度不小 甚至咱们可以用它的大爪子 抠一抠它的头皮屑 再来就是这个大爪子 确实是相当牛逼 每一个指头的末端都是球关 有着很大的一个幅度 然后爪子的关节是三段式 基本上想怎么掰就怎么掰 甚至可以把它彻底握成一个拳 这个的话在铁锡终结者的爪子上 是无法做到的 只能说圆体 中丘还是圆体 腰腹这个地方 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球关 可以进行一些四周的活动 但是由于这回呢 它的铠甲是太过的复杂笨重 所以说可动性的话 照之前的圆体呢 是差了不少 腿部前踢可以打直 但荷鲁斯踢腿这个动作啊 看起来还是比较喜感的 然后屈膝呢 正好是90度 这个腿部可动的主要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可以摆一些 向前迈步的姿势啊 要是说 你想让它摆一个那种 跪地的姿势的话 是不可能的 好 那么荷鲁斯咱们到这里呢 就看完了 接下来再简单分享一下 它的头号粉丝 阿巴顿 因为暗原出的这个阿巴顿 是30K时期的版本啊 所以说它的装备呢 还没有40K时代 看起来那么屌 造型也远不及40K里的 那么嚣张 甚至可以说 现在这个状态呢 是有点朴实无华 那么它的动力甲 就是铁骑中结者的素体 然后在外观上稍加修改 所以说呢 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 可以介绍的一个地方啊 值得夸奖的就是这个头雕 做的确实是相当相当的优秀啊 就是这个二楞子的这个劲儿啊 还原的是非常的到位 那么我觉得凭借着这家伙在系列中的人气啊 按原之后的话 有可能也会出一个40K的版本 那现在这个30K的造型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 最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跟荷鲁斯进行一个搭配 好 那么聊到这里的话 咱这两款也是看的差不多了 那本期的分享评测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观看 兄弟们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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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